美国加州州长牛森出台 更严禁令加州的19个县禁止唐食立即生效 在独立日周末之前 加州洛杉矶城县河滨县19个县失思 电影院博物馆将立即关闭 餐厅立即停止唐食 连续三天被列入县监测名单的县 被勒令停止以下部门的室内作业 该命令立即生效 餐馆、酒厂和品酒室、电影院、家庭娱乐中心 动物园、博物馆、桥牌室 这包括 升华克罗斯、福瑞斯托、Garlene、M Perrin、Karen、Kings Los Angeles Maysid、Orange Riverside Sacramento San Bronadino San Jorkin Santabrara Santababala Santabrara Santabrara Solana Stanellos Tuller Veticounties 就在几周前 加州放松了居家禁令 大部分企业能够重新的开业 3月19号 牛森发布全州禁止外出的命令 加州4000万居民 许多人一直被隔离 然而疫情再次恶化 让各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 是否继续重新开放 在南加州当地各员已下令 在周末假期前进一步关闭工厂 同时各地的海滩全部关闭 本周当地官员宣布 关闭洛杉矶和文图拉县的海滩 以防止人们过度拥挤而导致新冠传播 在洛杉矶县海滩从本周五五夜至下周一凌晨五点被关闭 最悲观的议论 最悲观的 福奇警告 中国新型猪流感有两大恐怖的病毒特征 这个现在还没有 新冠还没有结束 这猪流感又出来了 确实是 现在是乱了赢了 现在是 纽约 消警察预算 把警察预算给减消了 洛杉矶的警局 大幅的削减预算 警察人数降到12年来最低 疫情反弹 企业二次关门 呈现下令关闭所有的酒吧 然后特朗普是宣布 在南德克塔州的过庆节 呃 庆典依然进行 提供口罩 等于是选代 传言兵专家说 美国的独立日 7月4日将迎来新冠激增的风暴 今天也给加拿大的朋友说 加拿大的国庆节快乐 研究数据显示 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被大大的低估 IRS喊话领钱 140万人退税未领 累计有15亿 没有领啊 7月1日移情 加州新增破纪录 日增是8610 所以这个 太厉害了 加州有老夫妇在黄石公园拍照 太过分 遭到了野牛的袭击 呃 有人是在 在假期的路上 就是有的在 受新冠感染 劳工如何进行工商索赔 这是由律师站出来 在讲 洛杉矶的国家森林 发生了大火 已烧毁了二百亩的 已烧毁了二百亩的土地 所以现在是 呃 内忧外患呢 让人就是感觉到 一点也不 2020年 是个 灾害年呢 让大家心里感觉到一点也不爽啊 所以 现在大家是 感觉到非常的 忧心 忧心新冠的疫情 疫情期间 在家种菜的华人增多 土壤 肥料供不应求 加州的油价又涨了32美分 加州人被征全美最高的油价税 加州的油价确实是太高了 因新冠疫情的影响 旧金山的房租出现破纪录的下跌 湾区的太平洋市宣布太平洋海滩 将于7月4日周末关闭 就是国庆节 烟火不放了 现在也是 关闭了 CDC 是建议大家戴口罩 包括这个福奇博士 也是建议大家 拜登现在是提出来 就是来批评 批评说 特朗普对那个新冠病毒是 举了白旗了 投降了 所以现在特朗普的民调 给拜登插的最高是14% 然后插10% 插8% 各个民调组织 拜登现在是 就是说少说话 少犯错 少被抓住 抓住那个画顶吧 採取的策略策略 因为他现在是拜登的民调是领先的 现在是看 一切都是普朔迷离啊 特朗普 特朗普和拜登最后在10月份 谁能胜出 这是 留待 到时候 揭晓 这是张洋东在美国的 爱达河州的首府 Boisy Garden City给你带来的报道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